由于叛徒的出卖 上海地下党组织 被配合什么结枉 而精心制定的破坏一人军国库的计划 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拂有特殊使命的国民党国防后保密局特派员潘飞 秘密来到上海 要着共产党伙食一安 一场复苏迷离 而又现象还生的战斗 杀手的水平太差了 我知道是谁 谁 你城处长很熟悉 杀手是谁 怎么你们都走 worldwide Loved 5月 我一定向南京报告为你请过 气高层在里 我不明白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命 要是炸药质量出了岔队 那不是我父子 还是你成天伦夫呢 不要说了 我父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像 快 把他干了 是 我马上来 我是特殊 还为你送信 把手绝起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 那么趁早开枪吧 你杀死我不难 可是 你要杀死一个南京专员 就没那么容易了 这回 可是你错误地判断了我 我为什么要杀你呢 昨天晚上 我接了你的丑 这不正说明你是个效忠党国的忠良吗 你不是一直 一直在怀疑我吗 怀疑是痛苦的 我也曾派人监视了你 我不希望我所爱的人是个赤色分子 你看 我都向你坦白了 你该原谅我 是吗 是的 现在 我更加爱你了 你就是我需要的那种男人 跟我结婚吧 我可以放弃这儿的一切跟你走 走得远远的 为什么不回答我 请原谅我 这个 只能误归原主了 你不要我是吗 你 应该谅解我 我是不能和一个贪污均款的人 偷偷地溜走 你真以为我是那种女人吗 你又错了 我不过是执行上风的命令 把暗中抽出来的军款交给了沈谦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孟梅确实把这笔军款如数交给了我 那么 是我看错了人 你看错谁了 我一向认为 高参 是一位清心寡欲 连接奉公的党国将领 可事实 完全相反 我很高兴 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 这笔军款也并非落入我沈某的口袋 而是全部运往台湾建造新的军火库了 就目前的局势 上海也很难保住了 我们不能够把花了这么多的钱建造的军火库 摆摆送给共产党 那为什么上面还要以修军火库的名义 多款到上海呢 这叫稳定军心嘛 孟雷 他只是空落一个罪名 我懂了 不过这件事 只有你知道 是 喂 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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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小姐 何必呢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畜生 你昨天晚上还在舔我的鞋子 今天你就翻脸不认人了 连你也敢欺骗我了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 所以特地敢来看你 还想涮滑头 你给我滚 滚 怎么 物归原主了 这我早就料到了 你高兴 你还笑 没有笑脸 就没开我这个店 这首情诗 是潘飞写的 卢婷小姐谱的曲 你从哪弄来的 我需要的 我就能得到 在潘飞的眼里 只有卢婷 不承认不承认这一点 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视而不见 我要杀死卢婷 我得不到的东西 他也不想得到 如果把眼前的事 如果把眼前的事看成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 那你就大错而特错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潘飞 潘飞 什么意思 你冷静的想一想 昨天晚上卢方舟敢于跳出来接你的底 他的胆子是从谁那儿借的 你再想一想 上官秀荣事件中 是谁贯穿使墨呢 难道不会有人精心安排吗 你在怀疑潘飞 对 还那天在这儿 我亲眼看到她 企图偷看我的材料 所以我很怀疑她 那昨晚上你 我不过是耍了个小小的把戏 先迷惑住潘飞 我可不像你啊 羊肉未沾嘴边 却惹了一身骚 不 我不能相信 要紧的是赶紧拿到潘飞的把柄 常言道 爱与恨 只是一步之遥 你有绝对把握 有 所以我才来和你商量 刚才我得到一个人的线索 谁 蔡婷玉的联络员金时生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找到他的地址 我这儿有 别忘了 我有一张王牌 一直没有停止活动 共党联络员已经开始行动 可能有秘密集会 我派人间 我派人间 这几天 你这儿对伙食的侦查有什么进展吗 没有 我可比不上你潘飞 我发现了金时生 再关一秒 机会 老庞和蔡姐马上到这儿开会 是啊 准备一下 好的 我马上就到 是 我答应了 就一定会去的嘛 怎么会骗你呢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真没办法 谁来的电话 那帮太太小姐硬拉我去看戏 喂 你去吗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好 立即出发 是 报告 他出来了 你去盯着他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要报围吗 等等 猎王已经洒开了 我要看看谁是网中的猎物 他也来了 今天这台戏可精彩 果不出我所料 立即把那座庙包围起来 是 快 老唐 不是蔡姐将你离开上海去养伤吗 是我要求留下来的 那你的身体不要紧 蔡姐他就要到了 不好 楼下有情况 好 快把灯拿下来 老板 你赶快离开这 我来掩护你 不行 来不及了 要么你把我抓起来 交给他们 不行 不行 老板 你就我的性命 现在该是我保护你的时候了 老板 没有时间了 我躲 是天伦雄 盘兄 咱们俩可真有缘分啊 到这来 好像事先约好了似的 天南小这是我前行一步啊 嗯 把它照样挂着 是 咱们俩可真有缘分啊 咱们俩可真有缘分啊 唱 唱 咱们俩可真是 了 快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说过,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的。 可她的伤害没好,就……就去了。 我对不起她,她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可,可我……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老陶。 她的死,说明敌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阴险教化。 我们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而要百倍警惕,振作精神。 要让敌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对不起,长迪通知。 立刻去把死者的情况给我调查清楚。 是。 去吧。 是。 我认为目前最要紧的,不是弄清死人,而是活人。 谁啊? 这次行动。 潘飞并不知道。 可是她怎么也会出现在那儿呢? 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吗? 你对潘飞有怀疑? 也许。 也许是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联想起袁超的失踪,老弟的死。 特别在调查共党伙食上。 为什么每条线索都莫名其妙的被掐断了呢? 我…… 不得不有那个想法。 潘飞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留在观音庙勘察现场。 立刻派人把潘飞给我找回来。 是。 找我吗? 高杉,我回来了。 您找我有事吗? 是的。 我想了解一下你现场勘察的情况。 好的。 我自己向高杉详细地汇报。 韩兄回来了。 辛苦。 辛苦了。 想必大有收获吧。 现场调查。 这个地方肯定是共产党, 及深江大旅社以后新的联络点。 而且是刚刚启用, 就被我们破获了。 报告。 进来。 报告。 情况是这样。 你等一等。 潘飞, 你接着往下说吧。 这是我的现场记录。 今天被打死的人叫陶昌帝。 就是原先驻深江大旅社的共党联络组长。 蔡宁宇的丈夫。 她曾经在我们制造的老弟的事件中, 扮演老弟这个角色的替身。 差一点被共党的人杀了。 可是老弟把他杀了。 不知怎么回事, 他又奇迹般的活了。 而且又重新委认为联络员的重任。 是这样的吗? 是的。 完全正确。 这是调查报告。 嗯。 你对今天的情况是怎么个看法? 要具体分析吗? 当然。 越详细越好。 我认为今天的事件包含着两点。 第一, 当时的观音庙里将有共党的集会。 呃。 你怎么知道的? 哼哼。 理由很简单。 那个陶长帝在这种情况底下, 之所以冒险逃跑。 其目的是引诱我们开枪, 让强生为他们前来开会的同伙报警。 然而, 你天伦兄操之过急, 不听我的劝阻, 还是开了枪。 这样一来, 不仅打死了陶长帝, 而且, 还放走了比陶长帝更重要的人物。 真是无邪可击的分析。 可惜的是, 但是, 这次完全可以有把握, 抓到那个像蔡金玉那样的人物。 结果让他跑了。 田伦兄的这一失误, 不能不说, 啊? 错过了一个可以晋级的良机啊。 也许是, 不过, 我想问一句, 既然观音庙楼上是共产党的联络据点, 而且当时有重要的集会, 那么你潘飞兄, 怎么又会出现在那呢? 。 高采, 要回答这个提问吗? 这个问题, 我很感兴趣。 这也很简单, 因为, 在这以前, 我早就盯上那个联络组长陶长帝了。 哼, 怎么盯上呢? 这是前几天的报纸。 这种虚人启示, 是共产党惯用的联络方法。 被我发现的那天起, 我就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陶长帝的跟踪。 哼, 第二, 从吉思生与伙时, 街头差一点暴露。 而陶长帝, 又被重新为认为联络员以后。 因火石街头的工作, 便由陶长帝代替了。 吉思生, 只不过是共党混掉我们视线的人物。 当我, 想通过陶长帝挖出火石的时候, 这条线, 却被你天文兄一枪打断了。 如果说, 放走了蔡金玉等重要人物, 是您天文兄一时疏忽的话, 我们打死了陶长帝, 无疑是田伦兄的重大失误。 报告, 进来。 。 我, 什么事啊? 我, 我一直盯着那个金师生, 后来, 他钻进了永安公司, 一下子就不见了。 。 辛苦了, 抽着烟吧。 不, 抽吧。 谢谢。 组长。 你 你 你 脱下去 走 高三 我的话还没有讲完 你说吧 眼下 虽然共产党的联络员的线索已被掐断了 但是我已经找到了蔡金玉的行踪 好 蔡金玉在哪 他们的手脑机关 手脑机关找到了 我说过 我想做的 就一定要做到 他们的手脑机关在什么地方 在亚尔培路 立东公里顶楼 照片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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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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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知道了 查获一台发报机 一台有应急 还有两箱子的报纸文件 还有传统员 还有传单 潘飞啊 你没有使我失望 我一定向南京报告为你请功 谢高队 谢高队 你对潘飞 你对潘飞破获共党首脑机关是什么看法呢 我只要是 只有一种解释 只有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 这是潘飞的精心安排 难道查获的东西也是伪造的 东西 东西一点不假呀 只是没有多大价值 可是 但凭这一点 要揭露潘飞 也是很难的 是啊 如果我们从潘飞和卢方舟的微妙关系着手 也许能找到伙食的线索 哦 说下去 卢方舟曾经在他女儿面前发誓要离开军火库 而且写上了辞职书 可是时隔没几天 他却一反常态 对军火鉴定如此卖力 这也许是找到伙食的线索 卢方舟写过辞职书 你怎么知道 这是卢亭小姐亲口说的 我明白了 在这种时候 你最得意的王牌 该亮出来了吧 你默默地向我走来 他揉着真诚的胸怀 你匆匆地离我而去 留下了永久的期待 你追求的足迹 用尽了深深的爱 你生命的火牌 你追求的足迹 用尽了深深的爱 你追求的足迹 点燃了黎明沙滩 你默默地向我走来 他搂着真诚的胸怀 你匆匆地离我而去 留下了永久的期待 期待